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 华尔街日报认为35年前 武力镇压学运的中国遭到国际唾弃 即便中国后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却又再度面临跟1989年相同的处境 这当然是跟习近平的威权独裁统治有关 也跟他野心勃勃想要打造中国成为科技强国有关 事实上西方世界对中国充满忌惮 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 走在2016年川普竞选期间 就已经把中国描绘成窃取美国科技智慧工作人才的小偷 而且在上任之后立刻发动关税战 而拜登除了继承了川普路线之外 更是全面围堵中国科技发展 但业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奇批评 对中国这样一个在生产捷径能源产品有优势的国家 采取保护主义 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面临气候变化的世界 其实我们现在极需要这样的产品 他担心美国总统拜登会因为选举年的关系 而陷入对中国贸易的新永久性战争 天安门事件35年后 中国再遭国际社会疏离 这是华尔街日报提出的史书型观点 但美国遏制中国从2016年川普竞选时早已开始 无关天安门事件 事关当年破落的中国 居然因为加入WTO快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8年川普上台第二年 美国部分党派一致恶阻中国崛起的长期经济贸易战正是鸣枪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wo of the world's top economies are in a trade war It didn't start in a day The conflict has been years in the making Both countries have hiked taxes on goods being imported from the other country They've even blocked each other's products from entering their markets This war of tariffs and restrictions has been ongoing on multiple fronts From soybeans to satellite parts to high-tech products like chips 美国两位正在竞选的总统候选人都说 因为补贴 因为不公平的倾销 因为窃取美国的智慧财产权 中国才能崛起 川普在2018年3月8日 率先对中国进口钢率课征7.5%税率 2024年拜登在选前6个月不落川普之后 将税率提高至25% 问题是自中国进口至美国的钢铁 只占美国进口钢铁的3% 政治宣誓争取宾州选票的意义大于实质 接着是众所周知的中美科技战 封锁华为 半导体AI晶片禁止卖给中国 尤其FBI调查哪些美国高科技人才 参与过中国的千人计划 对中国迈向科技强过的打击进入白热化 美国打击中国的策略不能不算成功 它使得中国经济增速及发展 至少因此延后了5年以上 2021年以来 拜登政府令人意外的 不止延续川普的加征关税措施 甚至一度希望对华脱钩 锻炼去风险 直到2023年4月 任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占有率 才有前联准会主席 现任财政部长叶伦 务实定调 目前美国对于中国寸土不让的战场 第一还是晶片 尤其是AI晶片 及先进制成的半导体 美国商务部长泪梦多曾公开批评 指控挥达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产品的做法 损害美国利益 过去几周 美国商务部再升级晶片站 延迟或是停止向挥达等半导体企业 发放对中东地区的AI晶片出口许可 原因是担忧中国借到中东 取得先进AI晶片 专家分析认为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产业发展与技术升级 发动了三场经济战争 包括关税战 科技战和金融战 以去风险之名 寻求渐进式的 有选择的脱钩 在贸易领域加征关税 科技领域加大出口管制力度 金融领域限制对华投资等 但若干美国经济学家认为 这种违反资本市场的操作 结果可能和美国预期的恰恰相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布莱德赛色本周刊登在外交事务期刊的文章 《据全球化的危险迷思》中指出 自川普的关税政策出台以来 更加凸显中国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 根据官方数据 从2018到2023年底的五年间 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额增加了40% 从2亿5000万美元增加到3亿5000万 远超过2013年到2018年间 约15%的增长 赛色认为中国在疫情后的出口潮 动摇了世界经济 正在走向去全球化的论点 耶鲁大学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罗奇也持类似观点 $21% 但在年内内内内内内内的增加 内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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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X, 韓国, 韓国, 台湾, 印度, 韓国, 印度, 亚度, 国, 利益 如果您变化了其他人的货币, 70%的那些组织的国家是高货币的产品 所以我们的政策政策则是在影响的价值上的价值上的价值 再次是一個例子的政策影響影響 所謂殺敵一千 自損八百 英國投資者即時刊文 美國對中國的打壓 不可避免地同時對美國科技企業造成傷害 而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等於助推美國一直降不下來的通貨膨脹 也相當於變相向美國的普通百姓徵稅 然而隨著美國總統大選日益白熱化 加上美國第一的強烈使命感 美中貿易戰勢必會不計代價長期地打下去 無論2024年總統大選最後當選的是拜登還是川普